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Docker的视频 好久没有分享Docker了 今天给您分享一期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希望您能够加入我的Disco专区 我有很多的课件的代码 会分享到我的Disco的会员区 希望咱们一起能够讨论技术 好不好 OK 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我今天要带着大家 在AWS上面的Amazon Linux上 咱们安装一个Docker 是这样 最近我正在给大家准备AWS的视频 AWS是全世界最最用的 最广泛的云服务 没有之一 它的市场份额是No.1 第一是AWS 第二是Microsoft的Azure 第三呢 它是Google的GCP AWS绝对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呢 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课程 要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今天呢 咱们先学习如何安装Docker 是这样 我最近在准备课程的时候吧 正好有一个小小的技术细节 需要实现 我这想 是不是用这个 在这个 这个AWS上 用Docker实现一下呢 正好呢 就做了今天这个课程 给您讲解一下 如何的实现Docker 其实是这样啊 AWS有专门的Docker服务 叫做ECS 它是一条完整的解决方案 今后呢 也在我的AWS课程中呢 会给您介绍 今天呢 咱们先纯的装下Docker 好不好 OK 好呢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 其实就一个 使用AWS EC2的服务 在Amazon Linux 2上 安装一下Docker Amazon 是这样啊 Amazon 咱们想安装自己的虚拟机的话 它给咱们提供了好多的 AMI镜像 我觉得如果您要用AWS服务的话 您应该首选Amazon自己的Linux 为什么 为了今后的维护管理 更加的方便 像我 用Ubuntu 用了十几年了 对吧 可是我现在在准备AWS的时候 我尽量还是给您使用AWS Linux 自己的Linux的操作系统 好不好 咱们就访问一下 这个网址呢 是这个AWS 这个Amazon自己的Linux操作系统 咱们看一下 那行 这个地方 但是目前它怎么还没有中文 OK 这是它自己的Linux 它为Linux做了很多的优化 它默认的软件管理包是RPM 正好和我的Ubuntu冲突 对吧 那没关系 我愿意使用Amazon Linux 所以今后呢 我可能大部分课程 就不再用Ubuntu给您讲解了 而用Amazon Linux 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咱们要干什么 今天我想的简单的 咱们使用它的EC2的服务 安装 建立一个虚拟机 然后呢 咱们在虚拟机里面 咱们再建一个Doker 就算完成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啊 OK 那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啊 这个是AWS控制台 对吧 我把它最大化了 好 咱们进入这个EC2的服务 稍等这儿 我也登录一下啊 过几天 我给您做这个AWS课程的时候 我会详细的给您介绍 里面的每一步的设置 包括VPC 包括紫网 包括安全组 包括AMI 我都会介绍 今天咱们先少许 咱们仅仅是装Doker 马上开始啊 我启动一个实例 选择这第一个 Amazon Linux 然后我选择这个免费套餐 这都是很多知识点 太多了 这我就不给讲 这个简直 这个机会 我会一点点给您前期介绍啊 都选择我的详细组 建一个公网IP 其他的都不设置 下一步 再下一步 这是建硬盘 这是建标签 都不用管 我估计我今后给您做AWS课程的话 应该得上百期 里面的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咱们先少许啊 马上开始 像我今天很快速的建了一个虚拟主机 里面牵涉到了好多好多的技术细节 但是呢 我不放在今天课程 我以后会慢慢的给您讲啊 请大家不要着急 我发个标签啊 叫做FoldDoker 现在正在运行啊 它的运行速度也非常快 大家请看 我这么快就建了一个虚拟机 它有一个公网IP 叫做这个 我复制一下 然后等它运行起来之后 我准备从本地连一下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虚拟机里面 咱们去装Doker 好不好 大家请看 已经运行起来 是吧 这是它公网IP 那咱们去访问一下它 怎么访问 咱们在这个地方 这是它的IP对吧 我先在本地访问一下 通过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命令 去连接它 然后拷费上这IP啊 OK 一回车就能连接上 我清下屏啊 大家请看 我现在就已经是在 Amazon的虚拟机里面了 让我SU2 咱们先YUM升下集啊 升完集之后 我就准备开始给您安装Doker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默认的它是不带Doker 对吧 OK 那咱们做啊 首先咱们先确认 按照我的课件走啊 首先咱们先确认一下 Linux的版本号 大家请看 用的是Amazon Linux 版本是2 对吧 咱肯定是最新版本嘛 对吧 没说的 然后 然后咱们通过Amazon的扩展包 看一下 是这样 它给咱们提供了好多的扩展包 咱们一般来说 软件包通过YUM进行安装 Ubuntu是通过apt 对吧 咱们通过YUM 但是呢 有很多的包 Amazon是不支持的 它给咱们提供了以扩展包的方式进行安装 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Doker 比如说您装PRP 比如说装够语言 对吧 等等等等吧 今后我一点点给您讲 今天咱少讲Amazon的里纳克斯 EC2的咱们放到今后讲 在这里面 它其实是包括一个Doker 咱们检索一下 Group Doker 大家请看 应该是在这尾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提供了最新版的Doker 是吧 那咱们就安装它 怎么装 马上开始啊 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Let's go Doker也是我今后要给您主讲的软件包之一啊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包括K8S K8S我现在在计划当中还没有写课件 但是A到S什么 我都已经开始写课件了 好 现在咱们Doker就算安装完成 然后 然后咱们再使用前先给他Doker付一个组啊 把它这个加到咱们这个EC2User里面组 把它加到这个组里面去 OK 然后咱们选Doker version 看一下版本 咱们的版本 咱们装的是19.03 好吧 OK 就这个版本啊 然后咱们干什么 是这样啊 咱们装完Doker之后 咱们应该把Doker变成咱们本地的一个服务 好不好 那咱们需要通过这个命令启动一下它 启动起来之后 咱们通过进程管理工具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在进程当中 我先清一下屏 在里面了吧 对吧 这个地方 对吧 这是Doker一个精灵县程吗 对吧 OK 说明咱们Doker已经安装成功 是这样啊 如果您要想每次这个计算机重新启动之后 还能够使用Doker服务的话 应该把它注册成一个系统级服务 对吧 用我这个命令 把它注册成一个系统级的服务 咱们试一试啊 go 好 注册完之后 那么这个OS您再启动 您出生启动之后呢 它还是可以使用Doker的 好不好 这一定要注意哦 然后干什么 是这样啊 Doker咱们现在装完了嘛 而且呢 非常的成功 对吧 非常成功 我想呢 咱们就下载一个 对吧 下载一个这个镜像 咱们实际跑一跑 比如说我下载这个 nginx 咱们在本地 简单的跑一个服务 好不好 叫做nginx 它是一个web server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啊 我先清评 然后go 它会下载最新版本的nginx 这个是在amazon云里面做的 正在下载 OK 下载完成之后 咱们看一下 用Doker image list 这以前在我课程中 都给您讲过 对吧 大家看看 这是最新版本了 对吧 然后咱们要运行它 在运行之前 我看看 在运行之前的话 我看我是不是应该装一个nmap 没有 咱们先装一个nmap 我特别喜欢用nmap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经常会扫描一些IP的端口号 对吧 那么nmap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好 咱们先扫一下 nmap 扫我本地 127.0.0.1 OK 大家请看 我本地默认开的是22端口 25端口 11端口 对吧 它可以邮件送信 对吧 为什么邮件送信 因为amazon有一个SES的服务 这个今后 我不再给你讲 一说到AWS 我现在特别感兴趣 要说的东西特别多 好 咱不说了 下面我通过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命令 干什么 我要把这个NGS运行起来 同时映射到我本地的80接口 咱们试一试 清屏 go 没问题 然后咱们nmap扫一下 大家看 本地开80了 对吧 然后咱们使用container 看一下这个容器 是不是已经正常启动 这课程以前我都给您讲过 没说对吧 这个地方 80到80的映射 没问题吧 OK 然后我通过crew 这个命令 咱们实际访问它一下 看能不能访问到 没问题 是不是咱们这个NGX成功 这不算完 因为我给你用的是EC2 它有一个公网网址 咱们通过这个公网网址 再访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访问到 好不好 大家请看 成功了吧 说明咱们在EC2 Linux里面 咱们装了一个Doker 然后再装了一个NGX 然后这NGX呢 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开了 您呢 都能够看到了 这样呢 咱们就可以开发各种各样应用 对吧 非常好 我既喜欢Doker 又喜欢ADRS 哎呀 要说的话是太多了 好 接下来 咱们把这容器停掉 好不好 先清平 停掉容器 停掉之后 再看crew 肯定是没有了嘛 对吧 咱停掉了 因为停掉 所以这边刷新也没有了 对吧 完全的正常 OK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容器是不是已经清空 容器也没有了 对吧 系统呢 又恢复了 非常的干净 对吧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呢 咱们在AWS Amazon Linax2上 安装一个Doker的服务 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我既喜欢Doker 又喜欢AWS 好不好 今后呢 我给您开各种各样的课程 既给您讲Doker 又给您讲AWS 同时还给您讲它Doker服务 ECS 非常非常好的服务 以后呢 咱们一点点的学习吧 OK 今天课程就是这么多了 我的课件呢 会放到GitHub上去 是这样 今后可能我有一部分课件 会放到我的这个 小马部落的会员区 所以说呢 有兴趣朋友 咱们就一起讨论技术吧 OK 那这个课程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